可乘 锁头的方式居多 三辆下敲开百万名车 就算装电子锁也能轻易破解 进一步分析全台各地偷车方式 北部以万能钥匙为主流 中部是破坏车窗车锁居多 南部偷车贼高科技犯案 复制晶片锁最大宗 清晨则是主要犯案时段 2016年为例 4500件汽车案中 有超过五分之一发生 在凌晨12点到6点 连续假期数字更高 是7案的高峰期 一个Move 免插钥匙就能轻松打开车门 甚至连发动引擎同样简单 看似精细的晶片钥匙 其实容易破解 不过借车率反而逐年下降 汽车失卸率从102年的6000多件 到前年少了超过一半 汽车也从2万多件 变成1万2千多件 其中警方改变办案方式最关键 我们除了引擎号码之后 又加了一组车身的一个防线辨识码 那再改就是说我们的那个CCTV CCTV的监视系统 以及车牌辨识系统 给我们警方在这个防窃契机 这部分有很大的注意 想防止爱车被投就别怕麻烦 不管停在室内户外 都要加大索 拉长破坏时间 增加小偷投车难度 降低失窃风险 才不用怕一早醒来 爱车不见 三天新闻正强人许志诚 台北报导 将来の这种码法 见到这种码法